纽约之家 愚蠢的亚党 我从这期开始评一些圣经的人物 第一个圣经的人那就是亚党 亚党愚蠢 大家知道他不会用手机 不懂得发短信 不懂得现代科学 圣经他也不知道 摩西五经他也没读过 那个旧约更不用说了 新约更不用说了 神学也不行 科学也不行 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 很简单 他也不认字 那时候他也没有文字 还不认字 只会口口相传 那个摩西那时候能认字 能写书了 能写上一个世界 能够告诉大家 那除了我们知道这些之外 我们还分析 我们知道 是亚党先吃了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 当然有的是要判断善恶的果子 先吃这个果子 那时候呢 亚党呢 没有吃 这个圣经上记载的是 我看一下 亚党是 那女人 建那棵树的果子 适合做食物 十分好看 实在赏心悦母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后来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 就给了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圣经原文这么说的 那就说呢 是夏娃先吃的 那亚党知道 亚党知道 亚党跟他说了 你不能吃判断善恶的果子 吃了就要死 那你不问一问那个夏娃 这个果子 你是不是智慧树上的果子 你为什么要给我吃 你吃了你会不会死啊 你等几天再给我吃 也可以啊 为什么现在让我马上吃啊 你吃了以后 是否能够判断善恶了 当然他知道了 知道吃神落体 见上帝 那个不好 然后害怕 躲到树林里面去 那现在人都穿着衣服了 这个确实是跟原来有所改变了 那有所改变了 这个改变 有那么重要吗 那我们不穿衣服 是不是也挺好的 那像过去一样 什么也不问 给他吃 他就吃了 这个事呢 也看出这个亚当很愚蠢 那他本来呢 还可以吃这个生命树上活的 可以永远活着 也和华后来挡着了 不给他吃了 那如果是他一个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一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 他又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我们可以想 当然想的不一定是对的 就好像原来的时候 人的习惯是认为地球不是转的 如果转的话 如果是这个地球飞快的动 不走的时候呼呼的有风啊 你看我跑路跑的快点都有风 那地球猛的转 他怎么没风啊 所以说呢 我们判断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 圣经记载的东西 我们呢 要不断的呢 去分析 去学习 而不是呢 听一个什么教皇 叫教宗 他来解释 他的话就是对的 那别人的话就是错的 那 当然天主教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基督徒呢 不认为教宗说的就对的 每个人呢 用自己的脑子来判断 自己呢 来读这个圣经 那愚蠢的 亚党 是不是能得到耶和华的赦免呢 以后能否进入耶和华的天国呢 这个 这个是耶和华说了算 那我们 不知道 耶和华认为他可以赦免就可以赦免 耶和华认为不可以赦免就不可以赦免 这是我自己的认识 那 后期的其他人物呢 我会呢 这个 按照圣经的先后顺序 做一些评判 爱的哪里 谈的哪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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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